疫情之下,廣州製藥企業多措並舉 做好疫情防控和生產經營工作 全力保障防疫藥品供應充足 李芝日報特 在廣藥集團位於白雲區的這間中藥廠 自動化外包裝車間裡一片忙碌 一袋袋打包好的藥品陸續下線 經過工作人員裝箱後,發往全市各大藥店 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藥品供應 企業緊急增設新設備 部分防疫藥品日產能達到往日高峰產能的80% 在疫情期間,企業仲同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市伯醫院 共同開發醫療機構製製 透解去溫火粒 在脆德培製批件後的短短一個月內 就實現了製製的產業化製備 製機生產環節,我們也進行了一個設備的一個配套 還有一個質量的一個深入的一個系統的研究 疫情三年來裡面,我們基本上是沒有停工也沒有停廠 那在整個疫情比較嚴重的一個時期 確確實實也碰到一些困難 我們也是及時的跟各級的一個政府進行一個溝通 他們也確實在,比如說通行證、物流的運輸 給了很大的支持 企業也提前備了必備的藥材和庫料 為生產爭取主動性,保障企業的正常運作 廣州電視記者李梓一報導